达米特 曾经一回合就KO了这个泰国的名将肯姆 而且还打赢过这个豹军哈亚赞涅夫 对于邱建阳还说 哎呦 接腿后的发力是在ISKA的规则下允许的 对 互抓持腿 又是这种挂腿 然后场上的应变能力让对手其实是很难受的 哎 中奖掃踢 达米特这场比赛用这种接腿的摔法 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 但依然不会被判定入这个判定依据 哦 包围整合 陈建良 接腿打斧 这场比赛其实邱建阳打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 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孤颈 对 财阳有可能会 会压点 3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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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次警告 哦 压点了 可能要压点了 我尽量不按照这个方法去打 哦 顶熙再搂 达米特的确有一些搂抱较多 有点 找什么 就要了 能量不按照一个 5分 现在我们有点 还有一个 这里了 打斧 放高 摆悬 跳锡 打到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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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会儿应该是崔建良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 是 再次轮摆 这会儿达米特 对 已经前战且退了 达米特 薛建良冲过来 摆拳 再次搂抱 感觉对手整个这个体能现在 包括精气神都有一点散了 对 已经到了极限了 对 这一回合 是薛建良一个完全控制局 对 好 放弃了 达米特放弃了 达米特放弃了 第四局结束后 蓝方运动员弃拳 比赛结果 红方射 邱建良获胜 为邱建良颁奖 并送他这一条金箱带 掌声祝贺 邱建良 好 那一条金箱带 你让我解决 一条金箱带 着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